沒錯 看起來就像家常菜色 嚐一口卻是味覺新天地 海爺的紅油皮蛋麵用的是蕎麥麵 其中獨特秘訣 老闆不嘗絲 就在這十多種 中藥跟辛香料調製的獨門紅油 不外乎就是基本中藥材 然後辛香料就是 就是蔥 薑 洋蔥 花椒 紅油還有豬腳肉 一刀到佐料依序下鍋 緊接著主角登場 一大鍋攪拌切碎的皮蛋 大火拌炒之下 皮蛋的阿摩尼亞味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過癮的香辣 跟Q彈有盡的皮蛋碎末 做成的紅油皮蛋醬 你如果來三峽玩 一定要來這裡吃乾麵 有皮蛋 有芝麻醬的味道 非常獨特 非常好吃 那我們賣的東西 是不是跟別人做一個區隔 以前過去我們川菜的紅油皮蛋 來把它加到麵裡面 紅油皮蛋麵加上麻醬 成四號乾麵 更有顧客直說 好吃到上癮 就像四號海洛因毒品 我點了他們的招牌 四號乾麵 然後基本上 一個禮拜都會來一次 客人吃了以後他覺得說 這個麵怎麼吃了都會上癮 每天來 然後每天來 每天來 他有一開玩笑就說 你這麵好像四號 受歡迎的海爺四號乾麵 若挑戰第一家老闆的獨門辣醬 永號稱世界第一辣的 獨鮮辣椒所製成 味道更是一絕 不只如此 貼心的海爺還為不吃辣的顧客 準備麻瓜乾麵 大和不辣之間 激發更多創意吃法 不會不會 我本身不太吃辣 不過這個辣度對我來講剛剛好 完全不添加任何的化學藥劑 就是市售的毒蝎膠下去 我們自己打 自己製作 辣到汗乳以下 還是要一口接一口 中午時分店內高棚滿座 二十年老店的獨特風味 逼得大家偶爾就得來報導一下 嚐個紅油皮蛋麵 解個癮 記者 梁安靜 梁美萱 三峽報導 臨衣